在Python里面的话 我们先用1加到99好了 比如说我希望1加到99 帮我做一个输出的话 比如说加总结果 1加到99 在Python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希望输出这样 计算的结果 1加2加3加4 加到99的结果帮我输出 因为它会重复不断的 在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累加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需要 几个变数帮我完成 第一个的话 也许我宣告一个变数叫Sum 那Sum给它预设值 等于0 OK 所以现在变数 就是会增加一个变数 这个Sum的作用 主要就是帮我累加 如果它产生一个1 它就帮我放到1 放到那个Sum里面 那产生一个2 再帮我累加 产生一个3 再帮我累加 最后的话 得到了结果 加到99之后 帮我把这个Sum给Print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需要一个叙述 就是跟它讲说 我要重复一个范围 重复一个范围 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话 会用4维圈 OK 特别注意 那后面还会讲到一个叫 4维圈 4维圈跟4维圈最大的差别 其实就是4维圈 是一个 一个 类似一个范围 如果说你有一个固定范围的话 通常会用4维圈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范围 比如说我不知道加到什么时候停下来的话 那你就用换回圈 那但是换回圈什么时候停下来 你一定要给它停下来的这个叙述 就是说当它逻辑判断里面 可能已经大于 可能大于99的时候 帮我停下来 不然的话它会一直跑 跑到无重回圈 而且呢 换回圈通常会配合一个叙述 叫break 帮我停下来 OK 你想这个在其他语言也类似 那在python里面的话呢 假设说我要1加299 那我的叙述 我就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是for i 这个i的变数值的话 你帮我在哪一个范围里面去 反复的重复 通常会后面会加一个range 这个range的话呢 其实range函数呢 基本上它的最后就是 帮我产生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呢 当然你要告诉他你的起始值 是从多少开始 那如果从1开始的话 逗点 那一直跑到99 特别说99 后面的词 它不是 你不是输入99的话 它会到98就停下来 它这个 这个值意思说 跑到哪一个值停下来 但是这个值它不会产生 也就是说它会产生的是它的前面那个 所以会到99 就停下来 后面的话加一个冒号 这个跟那个if叙述差不多 那enter的话呢 它自动 因为equilibus自动会帮我产生一个什么 帮我产生一个 这个enter的话 自动会帮我产生一个tap 所以这个地方 你不需要特别去打这个tap 按tap键 但是其他的工具可能不会产生 不过其他工具如果没有产生那就错 因为之前好像刚刚有同学就是漏了这个tap 这个tap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出现说你没有那个block 那个block就是这个 你一定要产生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会出现这种错误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还蛮多同学 没有把这个tap当成是一个部分 再来的话 我必须怎么样 必须把它累加 那累加的话 我们可以用sum等于什么 sum加这个i sum等于sum加 就是把这个0 本来它是0的词 当它产生1的时候 累加存回去 累加存回去 OK 那存回去之后的话 那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种写法 当然你写这样也OK 这种叙述就是把后面东西加到 加完之后 再存到前面去 那除了这种叙述方法之外的话 你还可以写什么 上加等于i 这样也OK 那这种叙述方法的话 当然两种都可以 有同学问到哪一种比较OK 反正我的习惯这样 你记得起来都OK 你写的对就OK 两个方法都可以 那只是说这种写法 就是早期在Java里面也是这样写 可是如果说你这个在basic语言里面 写这样差不多OK 像那个visual basic 不能这样写 你只能怎么写 你只能写刚刚这样的方法 sum等于sum加上i OK 所以有时候语言特性不一样 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两个方法 但比较建议如果简洁的话 你要sum加等于i就可以了 最后的话再把计算结果给print出来 print出来当然计算结果 一个字串 串接一个最后的结果 当然如果你要更精简的话 就是你这个转型也不要 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你转型不要的话 当然会错 那如果你不希望他错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这边加个逗点就可以了 逗点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输出第一个 再输出第二个 反正他形态不一样没有关系 那他会在输出的中间 帮你加个空白 OK 然后把它执行比较看一下 1加到100 好就输出了 顶多是说 这边会多一个空白 这个空白应该不太影响 再来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说我希望加1加到99 里面的奇数值的话 奇数就是13579 或者是偶数24680的话 那我这地方 他这个地方是产生1 产生2 产生3 那如果说呢 我希望 他产生的时候呢 我要是奇数的时候 再去加的话 其实你当然这边可以加一个逻辑判断 1符什么呢 1符i出现那个值 他如果能够背什么呢 他如果 比如说呢 他除以2之后 他的余数是为1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说呢 他是一个奇数 那我再去累加的话 那这样子 当然哦 就是奇数的加重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不过呢 写法非常多 后面其实你还可以 我后面有讲到 你可以在这个回锥里面配合continue 或者配合break 不过呢 另外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请各位先试试 后面先还给各位 来 请各位先试试看